欢迎回来手工制作,你们好 这应该是我停播三个月后的第一个影片 这个暑假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手工制作开播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都没有怎么做基本的折纸的教学 所以今天给大家补一个课 一起来折基本折纸中的衣服吧 衣服的折纸整体都没有非常难的步骤 所以我认为就算是初学者也非常合适哦 那么衣服的折纸我也不建议使用双面胶或者浆糊 去固定折纸的形状的 所以这次的准备材料也只需要准备一张单面折纸就可以了 那首先把折纸的白色面朝上 第一步先折出折纸的基本功 如果不知道折纸的基本功该怎么折的朋友 看到影片的最后吧 我会放上教学的 那接下去第二步 把这四个顶点都对齐中心点折过来吧 然后把折纸翻面 接着是第三步 跟之前一样 把这四个顶点都对齐中心点折过来哦 然后再翻面 接着我先把屏幕放大一些 然后是第四步 又是把这四个顶点都对齐中心点折过来哦 然后我们又把折纸翻面 接着是第五步 我们需要像屏幕上这样 将其中一个菱形像这样给拉开来 然后再压下来 那么剩下的三个菱形 也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吧 接下去是第六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 把折纸由上向下的折过来 这样的话 一个衣服的折纸就制作完成了 这支影片是9月份以来的第一个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从今以后 也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把它转发给喜欢折纸的朋友哦 还有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拜拜 在影片的最后 我来教大家一下 怎么样子折折纸的基本功吧 那么这一次 我使用到的是红色和黑色的双面折纸哦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先将折纸对折 打开 旋转90度 再次对折 然后我们又把折纸打开 并且旋转45度 将下顶点 对齐上顶点折过来吧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三角形了 第三次打开 又再将折纸旋转90度 将下顶点 对齐上顶点 折过来吧 最后再将折纸打开 你会看到一个米字格 这样的话就代表 折纸的基本功完成了哦 折纸的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许多折纸中 都用到了折纸的基本功哦 对齐上顶点折纸的